廣華醫院新的急症室 將會在星期三早上7時30分開始啟用 為病人提供更全面的24小時急症醫療服務 到時位於醫院東役地下的急症室將會關閉 現場見到等候區的椅多了一倍 有70多張 診症室由6間增加到7間 設有幾個分流站 護士站也放有臥床 新急症室的面積增加接近2.6倍 有6400平方米 急症科病房的數目也增加了 預計可以改善病人輪候的情況 之前數年的一些 我們醫管局的週年服務計劃 我們都已經預計了急症室大了之後 需要多些人手 也很感謝總部的支持 其實之前的時間 我們都拿了相應的人手 增加了相應的醫生 護士人手 希望可以提供更多服務量 輸解等候的時間 我們亦都在流程上做了很多優化 譬如以前急症室的病人 即一些在救護車下來的時候 的流程和現在我們簡化了很多 令到整個流程上順了很多 提提大家 新急症室的入口和車輛上落客點 都將會由窩打路搬到碧街 拜拜 好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